近日 中心社记者来到朝鲜首都平壤 探访这里的学校 医院和育幼院 了解朝鲜女性的生活 成长历程 平壤大街上大多数朝鲜女性穿着短裙 脚踩高跟鞋 把卷发竖在脑后 记者了解到朝鲜姑娘多数是在被分配工作后才开始打扮 在青年时期 朝鲜女大学生的服装仍十分单调 记者在专门培养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平壤教园大学中看到 女大学生统一穿着白色衬衫和灰色外套 上衣扣子一律扣得严严实实 下面是黑色裙装和深色打底裤 大学期间已有朝鲜姑娘开始恋爱 但多数是在毕业后 公开场合年轻情侣最亲密的动作是女生挽住男生的手臂 牵手拥抱和亲吻都非常少见 婚后多数朝鲜女性会住在以丈夫名义分配的房子里 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 在朝鲜城市的菜市场几乎看不到男人 甚至餐厅中的大厨也多数有女性担任 随后朝鲜的女性将面临生育问题 朝鲜平壤妇产医院是以妇产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医院 医院负责人介绍朝鲜从2007年开始推行无痛分娩 现在朝鲜各地的医院产科都实行无痛分娩 以非常普及 平壤妇产医院的无痛分娩顺产率高达90% 在平壤妇产医院向记者展示的一间病房里 三名产妇穿着统一服装坐在床上 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孩子 旁边有医生陪伴 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 朝鲜保健省保健经营学研究所所长崔昌直在其2015年出版的书中提到 朝鲜各大妇产医院靠硬膜外麻醉的正常产道无痛分娩保证妇女健康 因此法价格昂贵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 但在朝鲜普通劳动妇女不花一分钱就能享受这种服务 书中称朝鲜在社会上尊敬多生孩子的妇女 采取保护她们健康的特别措施 向多生孩子的妇女授予母亲英雄称号 广泛宣传和积极推崇她们 优先保障住房 平壤妇产医院技术副院长桂春英介绍 一旦查出是三胞胎 母亲英雄们就会被送到条件较好的 平壤妇产医院生产 除此之外 在朝鲜政府还会给三胞胎以上的女孩赠送客有名字的金戒指 男孩赠送银刀 她们会被送到育幼院由国家抚养到四岁 这期间孩子的亲生父母可前往育幼院探望 因此平壤育幼院除了要收养无父母的孤儿 还要负责收养国家的三胞胎 如有宾客参观 孩子们会被安排在房里向客人问好 齐刷刷地鞠躬打招呼 在朝鲜多胞胎的名字都充满远大志向 比如光明星和强盛大国等等 请不吝点赞